来 七位 看表情 微表情 小黄看完以后 面色有点凝重 是不是 这个好严肃 我好期待玛丽姐的 感觉在变魔术 玛丽姐给一个 影后的眼镜 你看看 你看玛丽姐的步伐 多么的矫健 给我看看 缘名 她的眼睛炸裂的 我们猜不准 猜不准 主持人 你看完了 你就这我看到了 一头发了 你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你就打开了一下 你看见了吗 好 来 我们兄弟三个来吧 兄弟三个一起来吧 大老师看了好久 反复确认 不认字 来吧 好 四位 觉得谁有可能是卧底 第一感觉 你觉得应该是潘月明兄 你觉得月明是卧底吗 对 他演得非常好 他一人十二角 我觉得是在大老师和玛丽姐之间 因为他们俩看的时间最长 字应该是最多的 孙杰你觉得会在你们队伍里面吗 以我对另外三位的了解 我觉得 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我们四个人里面中间的一个 对 小黄 我是觉得 你身为我底是怎么想的 对 你抽到上面那个名字 你看清楚了吗 我不是 我是觉得 前锋哥可能有 一说你就打上嘴铁铛了 紧张了 因为是什么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可能跟大家是最不熟的 然后我就觉得 可是你跟我们三个人熟 他刚才开我玩笑 所以那会儿前锋哥就 他可能觉得心来的是不是比较好欺负 还是他那会儿他就会说我 然后我就会觉得挺奇怪的 我觉得两个嫌疑人 一个是潘老师 一个是前锋 因为潘老师自己看完之后 他非常快的 他被心虚地扣上回来 结果他回来之后 他自己又躲到后面 偷偷地又看了一遍 我怀疑他是之前都没看明白 你知道吗 根本就是吸引过了 汪汪汪